今天突然有个博主呼吁说 赶紧把BAT三家所有的APP都更新到最新版本吧 一副有大事要发生的样子 然后看了一下发现是因为有传闻 说各个应用商店已经接到电话通知了 腾讯旗下的所有APP不得新上架 或者更新新版本了 那各个应用商店和分发平台都需要立即执行 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腾讯不让更新版本的事情居然是真的 因为就在刚才腾讯针对这个传闻做回应了 他们说正在持续的升级 APP对于用户权益保护的各项措施 并且会配合监管部门进行正常的合规检测 在这个期间里 用户是可以正常下载使用APP的现有版本的 然后我刚示例一下 现在腾讯系的APP下载一切是正常的 也没有出现下架的情况 也就是说我们使用现有的软件不会受影响 但腾讯如果要发布新的APP产品 或者是版本更新 那就不行了 所以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根据了解 就今年以来工信部开展了 APP侵害用户权益的专项整治 腾讯公司旗下有9款产品 存在了违规的行为 共计4个批次被公开通报了 比如说10月3号腾讯旗下的腾讯新闻 全民K歌急速版 还有QQ音乐被通报 其中呢 这个腾讯新闻的问题是 欺骗误导强迫用户 还有应用分发平台上的APP信息明示不到位 全民K歌急速版的问题是 强制用户使用定向推送功能 欺骗误导和强迫用户 而QQ音乐的问题是 超范围的收集了个人信息 那现在呢 是按照有关部署 工信部对腾讯公司采取了 过渡性的行政指导措施 主要的要求就是 对于即将发布的APP新产品 还有现有的APP产品的更新版本 上架前都需要经过 工信部的技术检测了 检测合格之后再正常的上架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有这个待遇的不止腾讯这一家 因为近期工信部发布了审查新规 11月24号到12月31号期间 所有的APP在上架前 包括版本更新之前 都是需要经过工信部的审查的 这个审查时间预计一次是需要7天 那反正总的来说 这个事短期对咱们用户没啥影响 对于各个巨头来说呢 那可是个敲打了 提醒他们 必须注重用户权益保护 自从10月1号 个人信息保护法生效以来 监管部门是加大了 对于各家企业的用户数据的合规监管 长期来看 这个事对咱们 那可是大大的利好 腾讯旗下的所有APP都被暂停更新 而且以后他想要更新和发布APP 都必须经过工信部的技术检测 这些呢 是监管部门最新对于腾讯采取的 过渡性行政指导 所以这是怎么了 难道企鹅又要挨揍了 按企鹅的说法呢 就是别慌 我暂停更新呢 只是在配合监管部门 进行的正常合规检测 我们正在持续升级 APP里保护用户权益的各项措施 圈重点 升级APP对用户权益的保护措施 为什么要升级呀 因为之前做的不够好呗 今年以来 企鹅已经是因为APP侵害用户权益 被揍了四次了 在监管标的相关整治当中发现 企鹅九款产品都存在 对用户侵权的违规行为 于是呢 分四个批次对企鹅进行了公开的通报 这次过渡性指导方案的发布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 最近一年 监管在互联网整治上 真的是毫不手软的 四月 阿里收到182亿的天价罚单 7月斗鱼和虎牙合并被叫停 腾讯音乐放弃独家版权 8月游戏行业挨锤 卫生年人网游的时间受限 9月份巨头们互相开放 持续多年的屏蔽时代终结 10月份美团被罚了34亿部阿里后辰 哪怕是最近这两天 还有B站会员提前三天自动续费被批了 可以看到 一场席卷互联网圈的维权风暴 已经是到来了 而它维护的呢 正是我们用户的权益 监管爸爸用行动告诉了巨头们 互联网圈不存在大而不倒的情况 要是有人太膨胀了 侵犯了用户的权益 那甭管是谁都要乖乖挨锤呀 狗日的腾讯 防垄断法 肯定第一个干掉的就是腾讯 腾讯必须分拆 腾讯必须彻底的 每一家公司都要独立 完全切开任何资源的导流 只要是这个流量能够乱倒 我告诉你 将来整个中国的就是腾讯公司 将来整个中国谈起腾讯 就像韩国谈起三星一败 听懂了 韩国三星除了不生孩子 其他全干 你很难想到吧 三星公司餐饮也做的 三星公司来奶茶店都做的 三星公司连面包房都做的 你不要以为它制高手机 三星公司在韩国 那就是真的是家喻户晓的 所以中国的腾讯要是不能治理好 那就是将来绝地一顶一韩国的三星 现在你要做个什么平台 要么你投靠马云 要么你赶紧找马化腾 要么你赶紧找百度 要么你赶紧搞抖音 找不对码头 你都活不下去呀 现在社会都是平台 都是圈子 都是生态圈的 为什么政府要出台防垄断呢 马云早晚是干不过马化腾的 为啥 马化腾要是这种无序的扩张 是很吓人的 你知道拼多多谁投资的 马化腾 你知道京东谁投资的 马化腾 你说美团谁投资的 马化腾 你说比亚迪谁投资的 你说特斯拉谁投资的 马化腾 你说小红书谁投资的 马化腾 听懂没 你大概能想得到的平台 都是马化腾投资的 而且基本都是大股东 就是再小也是个二股东 这都是千年老二 是这么练成的 听懂了 你能想得到的都他投资的 他其实根本不是互联网公司 他是典型的投资公司 他手中抓的东西 都是你们所要的 他干任何东西就三个步骤 第一步做永远免费 他的KKO免费免费 免费 他的微信免费免费 第一步永远免费 第二步他永远干嘛 盗版 你搞啥 他盗版啥 你搞啥 他盗版啥 你搞游戏 他搞游戏 你搞杀毒 他搞杀毒 你搞视频 他搞视频 你搞支付 他搞支付 你搞银行 他搞微行 听意思 你搞什么偷菜 他搞偷菜 最早的偷菜是他搞的吗 是开心网搞的 开心网花了五年时间 研究过偷菜 终于发展二十万个会员 正准备幸福的发财上市呢 那个时候 腾讯只要花干嘛 花点点的小钱 跺跺他的脚 几十个工程师 两三个月 就把偷菜完全复制了 而且比那个开心网偷菜 还好玩 然后连续三个月免费 偷菜网就死了 听到意思 你说你要玩什么东西 腾讯哪天说 我想同你 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赶紧同意 你不同意 他第二天就灭了你 为什么 因为他做的每一件事情 最终都是为了一个目击 把十四亿屌丝 都圈在他的平台上 有了这十四亿的屌丝在手上 他就有无限的发财资本 他有无限的投资的资本 因为他根本不投钱 他光导流就已经占股份了 听到意思 所以你美团要他投资 他投点小钱 砸了干嘛 把几个亿的屌丝 都导给美团了 美团花一下就切了 听到意思 所以他是倒卖人口的 除了不是 现在腾讯连深海都省 因为他投资可以无数不投 任何人找他 他都会投 为什么 他有屌丝 所以你看百度上 有个小视频 有个小七个 跑过去了 后面你看 他背后被插了一百把刀 上面写句话 狗认的腾讯 为什么那么恨他 就是因为啥 你搞啥他搞啥 最后你搞啥 他要投资 你干净的投资他 只有一个人掏出他的魔掌 斗音 所以斗音 是至今为止 唯一掏出他魔掌的 一家公司 斗音是不得了的 斗音你可不要小看啊 头条 斗音 西瓜 小火山 这几家公司都是他的 包括搞啥的皮皮虾 都是他公司的 所以这家公司 也将是个酒吧 这家公司将来也必须 一样了 要不然就不得了 我想吃真事 你等着看嘛 我告诉你 在中国要是垄断起来 那可是比世界任何国家 还垄断 为什么 中国 五六个民族 几乎都将一个语言 第二是中国这个国家 你发现他有什么问题 这个国家他太大了 要在中国成为老大 你就是世界老大 你只要成为中国老大 你就是世界老大 这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在中国将来 要一旦形成垄断 那是更加无法形容的垄断 这中国政府 应当比世界的任何国家 更狠眼的制裁 那个垄断